大家好啊 一大早就来此场街市场 原本要来吃河酒海南茶的结果没开 在这边的80%以上都是华人 来鬼仔巷看看 这里的空间不大 大概10分钟就可以逛完了 有各种栩栩如生的壁画 刀做驼烟 鬼仔巷的装饰也很有年味 这个是十三腰 大四喜 青衣色 大三元 这里有很多宾室 只是绝大部分都没有开 来逛逛市场 今天天气很热 豆花店的生意超好的 这里不仅有卖吃的 也有卖用的跟穿的 这边的人都特别喜欢这种色彩斑斓的衣服 来这边的一个打卡景点 沙海迷宫 里面就是炙的跟迷宫一样 还有各式各样的藏书 绝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写的 唐人街关地庙 唐人街印度庙 来吃吃看这里很有名的海南鸡饭 菜单长这样 这边主打鸡肉料理 蛋也有叉烧 鹅 牙肉 港式全蛋面 老鼠粉和咖喱饭 还有炖汤更一饱点心 点心和饮料 这样的价格以当地物价来说算贵的 但如果以由米其林推荐的餐厅来说 又还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海南鸡饭马币14元 独立广场 马来西亚原本是英国殖民 1957年8月30日 马来西亚独立 生的旗帜也从英国国旗 换成马来西亚国旗 之后 每年的8月30日 都会在这边举办国庆游行 再来会展中心这边 来看看吉隆坡 城中城水族馆 这长长的人龙 都是要准备现场购票的 在看鱼的同时 来跟大家讲讲 我的背包在洗衣店被偷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12号早上 因为我住的饭店没有洗衣机 所以我就把衣服拿到附近的一家自住洗衣店洗 我放好衣服 投完硬币后 想说拿个篮子放洗衣机前面 这样下一个人如果要用 就可以直接把我洗好的衣服放到洗衣篮 结果我找来找去都没有篮子 没办法 只好把我的一个空包包先放那边 然后等我回来时 包包就不见了 后来我找了店家来 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塑胶袋 当包包装衣服 这间水族馆 有点小又闷热 不过优点就是票价平 不晓得做什么来转换个心情也不错 谢谢您这次也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下次见了